国人放假过春节 你知道对澳洲市场有什么影响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版本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今天是大年初一 先祝各位新年好 我是Eric 其实咱们华人的市场 对于整个亚洲市场的影响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 咱们国内过春节 今天这一天白天的金融市场 都不是很火月 今天ASS200指数小幅下跌 从开盘的680点 慢慢跌到6804点 今天澳股没有什么 很强的一个上升动力 交易量呢 也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即使是上涨的个股涨幅 也不是很大 都在两个百分点以内 今天领涨的是GWA 自从2月9号出了半年报以来 连续三个交易日是小幅下跌的 今天则是有一波回弹 另外CMWS1K 还有NWS 都是有小幅的上涨 今天跌幅最大 是WGX下跌了6.7% 价格是收在了2.015% 大概是受墨尔本再次 lockdown的影响吧 Quantas Airways 就是QAN 今天的股价是下跌了4.8% 价格则是收跌在了4.55% 今天比特币的波动 大概是差不多1000美金吧 在四小时蜡烛图上 是可以看到有一根大阴线 跟一根大阳线并列的 如果在没有形成趋势的时候入场的话 那我们的仓位就会比较被动 白银目前的报价在27美金左右 黄金则是1822 今天白天都是有小幅下跌的一个走势 刚公布的美国2021财年的 预算市值是达到了2.3万亿 这其中还不包括拜登计划的 1.9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虽然总量上会少于2020的 3.13万亿的规模 但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体量了 晚些时候英国将公布 第四季度GDP同比出值 以及季度环比出值 有望继续领跑G20国家的GDP下跌排行榜 2020年的电影行业十分惨淡 每年票房收入最高的档期 基本都是春节党 所以我们也来八卦一下 现在国内春节党电影票房的表现好了 从大年初一开始的12个小时里面 中国春节党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3亿 售出了2600多万张票 光谭仁街探案3就占了9个亿 看来消费需求还是很强劲的 希望我们2021年都能够彻底走出 疫情的阴霾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